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点亮三个灯 怎么样点亮一次点亮三个灯 那我要用到三个灯的话 当然要先启用三个角位 要启用三个角位 那么所以呢 我一样在刚刚启用的部分 我拉三个积木出来 这个启用 一开始你要演电影 一开始都要把角色给雇用过来 所以请你把十一十二也雇用过来 那一样是做输出 所以记得一样是做输出 如果你这里忘记选输出 待会你那个程式在做输出的时候 它的灯会比较暗 会相对的比较暗 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有选错 当你定义完成之后 你才可以去指示它做什么事 那所以现在我们有三个角位是可以用的 已经做好了 那所以我要开灯呢 一样是用这个 那我要开十号 就是这样 开十号送电 然后开十一号呢 我可以用复制的 开十一号这里就填十一号 那开十二号呢 这里就填十二号 就是这么简单 那三个关灯呢 三个关灯就是零嘛 对不对 好 那十一号的关灯就是十一为零 十二号的关灯就是十二为零 好 所以这个是开灯 这三个是关灯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我如果 我如果程式没有把它接在一起 那理论上 在我点滤起的时候 没有接在一起的程式 它是不会动作的 所以当我去点滤起 它只做了定义的事情 只做了定义 然后可是你都没有给它动作 因为程式没有接在下面 没有接在下面的程式 原则上它是不会动作的 这是写程式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呢 我可以单一个测试 比如说我要它 我要测试这个机目 我就直接在机目上面点两下 有没有 灯就亮了 这是十号灯 所以十号灯是红灯 那灵呢 就关灯 有没有 十一号 黄色的 十一号为灵 就关灯 十二号 绿灯 十二号为灵 就关灯 所以你可以单点两下做测试 那在测试之前 你要确定说 我上面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被定义过的 有被设定过的 你才能够拿来用 那所以 用刚刚的方式 如果你用刚刚的方式要三个一起开一起关的话 那也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拉一个这个 拉一个这个 然后呢 再拉一个这个 把它接起来 那这个就是三个一起开跟三个一起关 那你按键记得要指定一下 我这一 还是用A跟B好了 然后记得哦 你的中文输入要切换回去中 去那个英文的部分 所以这时候我按A 三个灯就一起亮 那我按B 就一起按 这个黄灯怪怪的 十一为一 确定没问题 所以有时候它会稍微有点怪怪的 没有关系 你再测试一下 所以当你按A的时候 它就三个一起亮 按B的时候就三个一起关掉 这是三个灯一起控制的状况